众修佛山 就是修山众佛 本经广劝舍我行善 这一桩思琴 四十八瓶 瓶瓶都有 真正是 普遍的在圈套 一定要断佛修山 断佛修山 首先要认识 什么是佛 什么是善 什么应该断 什么应该修 如果没有标准 一般人搞错了 把善 悬掉了 我 他以为是善 现在这个社会 很多人说价值观 行善 到哪里都一样 你都看到 所以 对圣教非常非常简单 真正修不容易 真正修要耐得要耐得了寂寞 我 语言不成熟 加工 永恒 后赔 自己的根基 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非常重要 应光大师 给我们做了榜样 70岁之前 没人知道他 他在那里培养自己 在藏经楼 三十年不出门 所以这个老人 虽然是最后归到念佛 宗教占密 没有不同大的 真的是光修多文 最后选这念佛法门 不是随便选的 是真实智慧选择的 也不是别人劝劝就相信的 所以这是真智慧 这是真语学问 十卧行善 难 在过去容易 在今天社会非常之难 没有人相信 别人所看到的 坐卧的人想福 行善的人受罪 这是他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他怎么肯相信 那么你说 在经上讲得很好啊 坐卧享福 是过去身中的余福 过去身中修的佛报太大了 还没有想尽 现在这一身所想的 是余福 佛享尽了 这个卧报就现前了 这个现前后悔来不及了 那个受卧报的时间长啊 在人间想这个福的时间短了 能想多少年 二十年三十年不得了了 可是卧报是在山土 卧鬼出身地 无论哪一道 时间都非常长 不是我们能想象的 真正明白这个道理 就会觉悟 会醒悟过来 而且这三图国报 真理就在面前 我们看看出身头 许许多多的出身 是因为舍不得离开他的财产 他的家人 所以到家里来投胎了 佛报大的变成家里宠物 佛报小的变成家里当差的 开门的 细心观察了 我们能看得到 觉察得到啊 你这个多可怕 这个投胎出身 算不错了 如果在卧鬼道 他的幽灵 他的第八十 也舍不得离开家 我们在美国 洛杉矶住的时候 有一个同学 他跟我们一起 住在大拉斯 他的岳父岳母 住在洛杉矶 到洛杉矶 我去看他们 那就在前几天 时间距离很近 他的老岳父 买了一栋房子 东房子鬼屋 原来房子的主人死了 那个魂牌没离开 晚上睡觉了 听到房子 他两层楼房 有走路的声音 座椅推动的声音 常常有 这一天下午 洛杉矶是 这个常夏 很热 在浴室里洗澡 他就觉得有人推门 他就问是谁 结果听到声音 他说到他的名字 把他吓坏了 衣服裤子都没有装 就往外面跑 白天遇到鬼 那讲的没错 就是前面这个 住住这个房子的主人 死在这边 跟我们讲起来 一点都不加了 没离开 这是贪恋 第一道我们是见不到 没有不造地狱罪 也见不到地狱 造地狱罪 地狱罪也没有 先前也见不到 那见到的时候就麻烦了 见到就进去了